大家好,欢迎来到地球解说园 森林中十大令人震惊地发现 探险者冒险拍摄的恐怖画面 众多科学家深感震撼 在这个世界的隐秘之地 大自然以其最原始、最纯粹的形式 蕴藏了无数的未知之谜 从茂密的亚马逊雨林 到遥远的厄瓜多尔边界 森林不仅是生物多样性的宝库 更是人类探索与好奇心的终极考验 接下来解说园就带大家一起来看看 十个森林最可怕的惊人发现 第十名,地球呼吸 地球是一个生命体 人有呼吸,地球也有呼吸 持续不断地进行着各种自然活动 其中,地球呼吸作为一种独特的自然现象 尤为引人注目 当人们在森林中的湿地 或沼泽地带漫步时 偶尔可见地面微微隆起 类似人类呼吸时胸膛的起伏 这并非异常 而是土壤中甲烷 二氧化碳和氧气等气体在溢出时 导致的地面微小骨包或土堆 这些骨包或土堆形态各异 有的似迷你火山口 有的则如温柔的波浪 这些气体的产生并非偶然 而是源于土壤中微生物 如细菌和真菌在分解有机物质时释放的大量气体 随着温度、压力和水位的变化 这些气体在土壤中流动 最终冲破土壤表面 形成我们所见的地球呼吸现象 湿地和沼泽作为地球呼吸的显著表现场所 其土壤水分饱和 地下水位接近地表 为气体的积聚和溢出提供的理想条件 在这些地区 土壤结构松散 气体易于溢出 形成地面隆起 其高度可从数厘米至数十厘米不等 持续时间亦从数秒至数日不等 尽管地球呼吸现象 听起来颇具神秘色彩 但它实际上对环境并无损害 反而是土壤健康和活力的体现 通过这一过程 土壤中的微生物 能够更高效地进行新陈代谢 进而促进有机物质的分解和养分循环 除森林外 这种现象 亦可在其他具备相似土壤条件的地区 如湿地 沼泽甚至某些农田中观察到 尽管当前我们对地球呼吸已有一定了解 但仍有诸多未知领域带我们去探索 科学家们正致力于研究不同环境条件下 地球呼吸的变化及其对生态系统的长期影响 这些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 更好的保护湿地 沼泽等重要生态系统 还将为我们理解全球气候变化 提供宝贵线索 第九名 水晶头骨 相传在神秘的美洲大陆 印第安人之间流传了一个古老且诡异的传说 古时的印第安部落 比如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 习惯将石头 骨头 木头等材料 雕刻成人的头骨进行祭祀 他们称这样的艺术品为死亡头 有一个玛雅部落才大气粗 用水晶雕刻了和人头骨一般大的13个死亡头 印第安人都说这些水晶死亡头被神明赋予了魔力 只要这13个死亡头被摆放在一起 就会说话 唱歌 甚至还为玛雅人提供了有关于人类起源及灭亡的资料 帮助玛雅人解开了宇宙之中的生命之谜 这一传言后来被英国克里斯马顿记录下来 并整理成了考古记事报告著作《水晶头骨之谜》 之后由于玛雅文明灭亡 这13个水晶死亡头也跟着消失不见了 一直以来 人们都只是将其当作神话看待 毕竟谁也不知道这神秘的水晶死亡头长什么样子 是否真的存在还要另当别问 然而在19世纪20年代 一支探险小队的发现掀起了轩然大波 让许多人疯狂起来 米歇尔黑基斯头骨全长20厘米 宽高都是13厘米 与一个成年女性头颅大小相想 她的横空出世 让整个考古界都为之震动 更有激进分子近乎癫狂 将头骨视为圣物 争相赶往英国 向米歇尔 黑基斯申请触碰头骨 因为他们认为只要触摸了水晶头骨 一切疾病都会退去 那是1924年的一次普通探险 探险队队长是后面 因为这件事声名确起的英国探险家米歇尔 黑基斯 此时的米歇尔 黑基斯还有着英国大英博物馆 玛雅文化委员会成员的身份 对于玛雅文化黑基斯可以说是有着十足的热情 而这一次探险目的正是寻找拉美丛林中的玛雅文化 探险队从英国的利物谱出发 一路上有惊无险地到达了中美洲 据黑基斯的著作《危险,我的伙伴》 记载 他们一星人不知道经历了多少个日夜 终于在一片漫无边际的热带丛林中 发现了一座古代玛雅人的城市遗址 黑基斯的17岁养女安娜十分兴奋 迫不及待地爬上了金字塔塔顶欣赏风景 然而就是这么一个无心之举 安娜发现了13个水晶死亡头 终局是闻名的米歇尔 黑基斯头骨随着米歇尔 黑基斯头骨在全球的爆火 不知是不是蝴蝶效应 越来越多的水晶头骨相继出现 随之而来的是对水晶死亡头的不信任 玛雅水晶头骨的存在本就是一问重重 加上发现者的证词并不可靠 就连米歇尔 黑基斯头骨是否真正来自玛雅金字塔 都值得推敲 只可惜现在头骨的主人安娜已经拒绝在将米歇尔 黑基斯头骨进行任何科学鉴定 一切的一切都变得不可知 对于其真假的讨论仍在持续 第八名卡斯沃斯石雕面孔 在英格兰南约克郡的卡斯沃斯小镇 游客们可能会遭遇一个令人瞩目的景象 一群石雕面孔在树木眼影下隐约显现 他们仿佛在微笑或更准确地说 是以某种怪异的方式凝视着过往的行人 这便是卡斯沃斯石雕面孔 一个充满神秘色彩且引人入胜的历史谜团 这些石雕面孔最早可追溯至十四世纪 据传是当地农民的财产 他们以其独特的怪诞风格著称 每一张面孔都展现着丰富的戏剧性表情 张大的嘴巴 突出的眼睛和扭曲的面容 仿佛每一个雕刻都在讲述一个未尽的故事 关于这些石雕的起源和用途 学姐众说纷纭 一些专家推测 这些面孔可能是中世纪时期的一种护身符 用以驱逐邪灵 也有人猜测 这些怪诞的面孔 可能象征着圣经中的罪人 或其他文化中的怪物 亦在警示诗人远离罪恶之路 不论真相如何 卡斯沃斯的这些石雕面孔 已成为当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吸引着无数好奇的目光 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 许多石雕已被一只大英博物馆 和伦敦的维多利亚 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等地展出 但他们的原始背景和环境 仍是研究的热点 第七名 达利安的墓葬群 在土耳其达利安河畔 隐匿着一个古老的秘密 达利安岩石墓葬群 这是一个承载了悲伤 爱情与神秘历史的圣地 这里所展现的 并非仅仅是静默的石雕 而是千年前 情感与信仰的永恒见证 据传说 在古代达利安河畔 曾有一段凄美的故事流传 康尼斯 作为梅利德斯和伊多尔西亚的儿子 拥有一个双胞胎姐姐比利斯 比利斯深深爱上的康尼斯 并向她表达了真挚的情感 然而 康尼斯却无法接受这份禁忌之爱 选择逃离至远方 并将那片土地命名为康尼斯 比利斯四处寻觅她的踪迹 却始终未能如愿 她的绝望之泪最终汇聚成达里安河 为这片河畔的古墓 增添了一层浪漫而神秘的色彩 吸引了无数游客前来探寻 然而 这片墓底之所以闻名于世 不仅因其凄美的爱情故事 更因其拥有170多个岩石雕刻的墓穴 成为历史的瑰宝 这些墓葬可追溯至公元前四世纪 展现了希腊 安纳托利亚和波斯文化的独特融合 每个墓穴都可有精细的装饰 仿佛古人的艺术画廊 虽已无法进入 但其宏伟的外观依然令人叹为观止 最佳的观赏方式 是从河对岸或河流的船上 静静欣赏这些岩石墓穴 尤其是在夜晚 当灯光映照起上 这些墓葬更显神秘 仿佛古人的灵魂 随着光影穿梭 继续诉说着未完的故事 尽管这些古墓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无可质疑 但它们仍隐藏着诸多未解之谜 例如 为何这些庙宇墓葬未能完工 成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 一些学者推测 可能是由于亚里山大大帝 或波斯人的入侵所致 然而 无论原因如何 这些未完工的古墓 都为后人提供了广阔的探索和研究空间 这些古墓不仅仅是死者的安息之地 更是活着的人 向往探索未知的窗口 它们见证了古代文明的辉煌 也为我们揭示了 人类情感与信仰的深刻内涵 第六名 丛林疾病 在茂密的丛林深处 植被繁茂 且野生动物种类繁多 然而 这些自然美景之下 却隐藏着众多严重疾病的威胁 其中 瘧疾作为一种广为人质的丛林疾病 常常经由蚊子叮咬传播 给冒险进入偏远地区的人们 带来了巨大风险 该疾病由微小寄生虫引起 这些寄生虫通过蚊子叮咬 进入人体血液 感染后可能出现高烧 寒颤等类似流感的症状 若未能及时得到治疗 瘧疾可能导致严重并发症 甚至危及生命 尽管抗虐药物和蚊帐等预防措施 已显著降低了风险 但在许多丛林地区 瘧疾依然构成重大威胁 除瘧疾外 黄热病亦是一种 丛林中的严重疾病 它通过蚊子叮咬传播 可引起从轻微发热 到严重出血热的广泛症状 幸运的是 我们有黄热病疫苗 作为强有力的盟友 在与该疾病的斗争中 占据了优势 然而 黄热病的早期诊断 极具挑战性 其症状与其他多种疾病相似 如严重瘧疾 构端螺旋体病及病毒性肝炎等 因此容易被误诊 若为及早治疗 患者可能面临器官衰竭 乃至生命危险 历史慢病 同样是丛林探险中 需警惕的疾病之一 这是一种由杀银传播的寄生虫病 广泛分布于中美洲 南美洲 非洲和亚洲的丛林中 该病通常表现为皮肤型和内脏型两种形式 前者导致皮肤溃疡 后者则影响内脏器官 然而 目前尚无针对该疾病的成熟疫苗 因此 历史慢病在贫困地区长期流行 最后 查加斯并是另一种威胁的丛林疾病 主要由克鲁斯追虫引起 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尤为常见 该寄生虫通过感染吸血虫的粪便传播 这些吸血虫经常在人们睡觉时叮咬人类 查加斯病可能导致严重的心脏问题和消化系统并发症 为患者带来极大的痛苦 综上所述 这些可怕的疾病提醒我们 在深入丛林探险之前 务必做好充分准备 在古老树木编制的天篷下 每一步都需小心谨慎 以免让疾病为探险故事画上不幸的句号 如果你认为 世界上没有比吸血鬼更令人毛骨悚然的生物 那么请让我介绍一下拉丁美洲的传奇怪兽 卓白卡布拉 又称山羊吸血者 卓白卡布拉的传说 始于1990年代初的波多黎各 一个女子宣称自己看见一个古怪的吸血动物 这种动物身高在半米左右 长着两个鸡蛋般大小的大眼睛 嘴上是两颗突出的獠牙 从脖子到背上 是各样颜色的尖刺之后 在美国的佛罗里达州 新墨西哥州和德克萨斯州 以及智利墨西哥等地 都有人宣称看见了这种怪物 人们将它称为卓白卡布拉 有些目击者说它长得一半像蝙蝠 一半像袋鼠 也有人看见它 喜欢袭击小型家禽和牲畜 例如鸭子和羊 最可怕的是它吃猎物的方法 和传说中的吸血鬼类似 先在猎物上咬出一个小口 然后从这小口 将其全身血液吸干 虽然不断有人称 看见了卓白卡布拉 但是 没有发现有关这种怪物的切实证据 消息传开后 美国跟波多黎各 智利 墨西哥政府封锁消息 以流浪狗尸体实验动物作为报道 1995到2000年以来 这种名叫卓博卡布拉的神秘动物 在美国波多黎各 智利四处游走 它诡秘的行踪 引起了人们的纷纷议论和猜疑 因为还没人看过它的外形 所以 以奇特的外形 也引起了人们对其起源的种种猜想 有人猜测它身高三直四英尺 沿着背部向下的脊柱柔软灵活 眼睛细长呈红色 具有尖利的牙齿 有人甚至说它还长着翅膀 这些都是目击者们对这种奇怪的 似乎来未知的怪物描述 但都没有正确的 人们把它称作卓白卡布拉 意思是在西班牙语里 叫做细节的怪物 这个神秘的怪物 行踪非常诡异 令人恐惧 因为杀死家畜 包括牛 羊 鸭子 猫咪 而文明上头条新闻 据科学家指出 受制于现今技术 地球上还有许多地方无法到达 还有百万种物种未被发现 而传说中的未确认生物 或许就在其中 第四名 致命之果 在东南亚热带丛林的深处 存在着一种名为 马钳子树的珍稀树种 它因其无与伦比的美丽 与独特的要用价值 而广为人知 此树源产于印度 孟加拉国和斯里兰卡 当地民众亲切地称之为 独斗树 马钳子树高大挺拔 可达15米之高 其外观华丽 然而其内部 却潜藏着强大的毒性 研究发现 马钳子树的种子中 含有试的宁 布鲁西宁等强小生物件 这些化学物质 使其成为全球范围内 最为致命的植物之一 若不甚物试其种子 可能会导致严重的中毒症状 包括呕吐 剧烈抽搐 呼吸困难 甚至可能导致死亡 历史上 马钳子树的种子 曾被称作千基药 是古代宫廷中的三大毒药之一 南唐后 主礼狱便是因宋太宗赐下的千基药而离世 尽管马钳子树的毒性令人畏惧 但在传统医学领域 其种子和树皮 却具有极高的药用价值 被广泛用于治疗类 风湿性关节炎 瘫痪和神经痛等疾病 其中 镇氏风湿病马钳子疗法 更是为数百年来 风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 除了药用价值 马钳子树的木材 在建筑和家具制作中 也颇受欢迎 其木材坚硬耐用 能够有效抵抗白蚁的清洗 是制造家具和建筑材料的优质选择 在探索与利用马钳子树的过程中 人类学会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与谨慎 马钳子树的毒性 提醒我们尊重自然的力量 而其药用价值 则展示了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无尽疗愈可能 第三名 最危险虫群 茂密的丛林 为无数昆虫提供了生存的栖息地 它们作为生态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 其行为的平衡与否 直接关系到生态系统的健康 然而 当昆虫因环境变化 而行为失衡时 它们便可能展现出毁灭性的力量 首先 我们需关注那些臭名昭著的非洲化蜜蜂 俗称杀人蜂 这些昆虫 因极具攻击性 而生名忙疾 一旦被激怒 便会以群体形式 切而不舍地追逐敌人 长达400米 这些蜜蜂实际上是非洲蜜蜂 和欧洲蜜蜂的杂交产物 是科学实验的意外结果 科学家的初衷是创造一种能提高蜜蜂产量的蜂种 却意外释放了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生物 只要触及它们的领地 就等于宣战 在巴西 这些杀人蜂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 已导致上千人死亡 并随迁徙路线扩散至美国 2014年 美国亚利桑那州一名原医师 就因遭遇非洲化蜜蜂的袭击而不幸身亡 行军已是丛林中另一种令人畏惧的昆虫 它们以庞大的群体规模著称 数量少则几十万只 多则达到两千万只 逆时时 行军已会排成长达几十到上百米的纵队 前方蚂蚁散开 形成巨大扇面 浩浩荡荡的前行 尽管它们的不服小 时速仅为小时二十米 但其庞大的数量和高效的协作能力令人畏惧 成群结队的行军已会压倒并吞噬任何遇到的猎物 它们主要攻击昆虫和小动物 但若人类不小心阻碍其行进路径 所遭受的叮咬核心理阴影亦不容忽视 此外 被称为空中洪水的蝗虫群亦不可小觑 这些食草机器能形成由数十亿个体组成的巨大虫群为寻找食物而迁徙 并摧毁途径的一切植被 2019年 东非多个国家遭遇了70年未遇的蝗灾 蝗虫随风迁徙 一天之内可移动150公里 每只蝗虫都能吃下相当于自己体重的食物 所过之处颗粒无存 虫群的力量源于其集体行动 通过简单的社会结构和高效的协作 展现了自然界中团结及力量的真谛 然而 对于那些不幸成为它们目标的人或动物来说 这些虫群无疑是真正的自然恐怖 第二名 神秘的失踪 在这个广袤无垠的世界上 某些地域因其辽阔与难以穿越的特性 往往成为诸多神秘失踪事件的发源地 其中 森明作为最令人心机的背景之一 承载着无数在未知绿海中开启 却又无疾而终的故事 遗留下一系列代解的谜团 英国探险家婆西 福塞特 便是这些神秘故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 他是一位杰出的英雄探险家 背景深厚 勇气卓越 他身兼英国炮兵上校 考古学家 地理学家 及制图师等多重身份 为众多美国冒险家 提供了宝贵的灵感 自1906年起 他受皇家地理学会的委托 深入巴西与波利维亚交界处的丛林 致力于地图绘制工作 在1906年至1924年间 他共进行了七次探险 发现了众多尚未被科学界认可敌心物种 然而 福塞特最为著名的发现 是一份记录着亚马逊流域 存在古城废墟的手稿 他将这个城市命名为C为了探寻这座失落的C城 他与1925年邪子及友 踏入茂密的丛林 自此杳无音信 尽管此后有超过100人 在试图解开他们失踪致迷的过程中 不幸丧生 但福塞特的下落依然沉迷 同样弥漫着神秘气息的 还有多里安峡谷 这片连接巴拿马与哥伦比亚的丛林地带 以其险峻的地形和复杂的生态而闻名 2014年 两名荷兰女游客在此徒步时神秘失踪 当晚 他们所带的狗独自返回住处 而他们却不知所踪 数月后 警方在河岸附近发现了他们的背包 内含个人物品 手机记录显示 他们曾试图拨打报警电话 但未过 相机内留有大量夜间照片 但内容模糊 且令人费解 这一系列谜团令调查人员陷入困境 至今未能解开 每个失踪案例都仿佛是一扇通往未知之地的门 背后可能隐藏着未知的自然力量或人性的极限挑战 然而 有些谜题或许将永远无法找到答案 第一名 失落的巨人之城 在厄瓜多尔亚马逊丛林深处的未知区域 探险家们意外揭露了一个可能改变历史认知的古迹 一座巍峨的金字塔结构 他们将其称为失落的巨人之城据考察 这座金字塔高达80米 其座宽度一同 由数百块重达两吨的巨石堆砌而成 其规模之大 即便在现代工程技术的背景下 也足以让最先进的设备感到难以企及 金字塔的顶部为一平坦区域 推测可能曾是用于祭祀 仪式或献祭的场所 随着进一步的考古挖掘 现场出土了大量淘气和古老的实质工具 然而这些工具的大小远超过正常人类使用范畴 随后 在附近的洞穴及厄瓜多尔其他地区 人们还发现了巨大的骨骼 这些发现不禁让人联想到或许在遥远的过去 巨人确实曾在地球上存在过 目前探险团队已定位到数个与金字塔规模相当的大型土丘 他们强烈怀疑每个土丘下都隐藏着一座未被发掘的金字塔 等待着人们进一步的挖掘与研究 这片茂密的丛林将古老的传说 宏伟的建筑与巨人的故事交织在一起 形成了一幅引人入胜的画卷 无论真相如何 这座《失落之城》将继续吸引着探险家 考古学家和好奇者 激发他们的探索欲望 追寻未知世界的奥秘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